女人拿起男人的裤头猛吸一口 浓浓的荷尔蒙立刻在女人脑中炸裂 一款畅销全球的女士香水就此诞生 当时市面上最流行的香水是香奈儿五号 用这个昂贵香水的课程是25至45岁的女性 她们是平均收入高于38000美元的家庭 她们乐于享受高级产品 流连夜生活的喧嚣 但更爱待在家中 每晚睡前享受着香奈儿五号的味道 才甜蜜的睡去 可众多香水品牌纷纷效仿香奈儿五号 香水瓶全是四四方方 瓶身缺乏女性的荣美 正如侯斯顿所想 一次时装秀中 名人贵妇对她的新品并没有多大兴趣 可她们却不谋而合地 给一件瓶子样的吊坠下了定单 侯斯顿立刻让爱尔莎设计出一款同样的香水瓶 但投资人大卫却皱紧了眉头 这种造型工厂的机器 只能手工制作无法批量生产 因为瓶塞不能静止插入瓶身 也无法印上侯斯顿的商标logo 侯斯顿却坚持一定要用这个瓶子 侯斯顿投资人刚刚收购了一家彩妆品牌密斯佛陀 他要将侯斯顿的香水全部出现在密斯佛陀店里 这一切却遭到侯斯顿的坚决反对 因为密斯佛陀品牌定价低 甚至超市都有 侯斯顿认为如果人手一个 马上就会过时 只要香水卖相足够好看 贵妇名媛自然会为高价买单 最终大卫采纳了他的意见 第二步是香水的核心步骤 调香 他告诉调香师 他要的是一款让人一文变知识他的香水 所有的香水都是三种阶段的混合体 前调 中调和尾调 前调转瞬即是只能维持瞬间 中调是香水的核心和灵魂 尾调才是一款香水最重要的 每种气味都能唤醒一段不同的记忆 侯斯顿应调香师要求戴指剑能唤起他回忆的私人物品 于是他拿来了兰花 甜味破壳烟和一条男友隔夜未洗的内裤 对于前两种味道 调香师得心应手 最后一条内裤 侯斯顿表示你看看就好 谁知调香师二话不说 结果内裤都捂在自己脸上 深深的吸入一口后 他由衷的赞叹 这三种味道分别将奢华迷人和性感相融合 这是侯斯顿特有的味道 也是他的第一款香水 一经上市香水就被抢购一空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冲着香水瓶身来买的 作为感谢 艾尔莎在侯斯顿的引荐下 以独立设计师的身份开始与蒂芙妮合作 最终成为蒂芙妮的首席设计师 在与蒂芙妮合作的50年中 他设计了30多个珠宝系列 Open Heart系列Bottle系列 Bone Cove手镯 至今都是蒂芙妮热销的经典款 老板大卫不得不承认这款香水 是全球销售最成功的一款商品 侯斯顿的天才创意再一次获得了肯定 他的名字一步步登上了纽约时尚界 灰黄的顶峰 在他设计的家居用品香包等全线产品后 他越来越浮躁 他让大卫将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了奥林匹克塔 他要享受在云层上办公 他又开了加武斯俱乐部 这是70年代纽约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场所 同时也是迪斯科舞厅的鼻祖 暗夜里侯斯顿和数不清的名流 在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游物中夜夜声歌 在这个纸醉金迷的空间 侯斯顿也将武池化身为自己的秀场 对于侯斯顿来说 武斯俱乐部是一个极乐世界 但不幸的是他也终日沉溺于此无法清醒 他们每日沉溺毒品 工作时所有人一天就用完别人两个星期的量 他每次打电话时都习惯在话筒前嗑药 话筒里竟然倒出一公斤白粉 他挥霍无度在海边不问价钱就买下一栋叠树 侯斯顿每天都泡在俱乐部里彻夜狂欢 谁料一个侯斯顿的狂热粉丝 为了进入派对死在上面的通风管道里 俱乐部被迫关停 侯斯顿终于可以安心工作 可警察却发现通风管道里的粉丝腿上 穿着卡尔文克莱恩的牛仔裤 当时牛仔裤刚开始流行 老板大为让侯斯顿马上设计出一款 属于自己特色的代表座 毕竟这是有着价值5亿美元的巨大市场 他说不到三个月所有品牌都会做出自己的牛仔裤 稍晚一点我们就会被别人赶超 侯斯顿却认为CK完全没有新意 并认为牛仔裤是只有工人才穿的工装裤 跟潮流毫无关系 大为开始头疼 5年来他们的季度销售第一次没有增加 侯斯顿品牌进入了瓶颈期 他埋怨侯斯顿无法定性 比如设计一个行李箱 只设计一款就丢在一边没有后续 香水也没有推陈出新 大为让侯斯顿的插画师助手乔劝他接受异点 然而当乔和侯斯顿刚提起牛仔裤时 侯斯顿马上就性情大变 当场翻脸说他背叛了自己 可乔却非常失望 十年来他一直活在侯斯顿的阴影之下 他抱怨侯斯顿每天醉到不省人事 下午三点才上班 有时几天都不露面 他问侯斯顿什么时候能回到现实 侯斯顿却说你只可以活在我的阴影下 乔卫气得无话可说 侯斯顿的自大让当初的跟随者一个接一个的离开 设计香水平身让香水大卖的爱尔莎只因开了几句玩笑 说自己在蒂芙尼得心应手 侯斯顿却贬低他 没有自己的介绍蒂芙尼怎么会要他 两人在餐桌上谁都不给谁面子 不欢而散 侯斯顿母亲死后 两人在夜店偶遇 侯斯顿并未告诉爱尔莎母亲的死讯 却责怪他没参加他母亲的葬礼 爱尔莎说我很遗憾听到你母亲去世的消息 然而就你之前对我的那种态度 你也没有跟我讲 我凭什么要去做舔狗 两人互相问候了对方的祖宗八代 侯斯顿还要拿回之前送他的球体大衣 爱尔莎踩着高跟鞋狠狠狠地在到满酒的球皮大衣上摩擦 两人多年的关系正式玩完 演员好友也因强制戒毒彻底远离了他 报纸上全是关于侯斯顿的负面新闻 晚上他看到电视上的CK牛仔裤广告更加生气 他终于同意了大卫做牛仔裤的提议 大卫却说不用做了 随后大卫让侯斯顿加入杰西潘林连锁百货 做一个侯斯顿三线产品来提升品牌知名度 深陷窘境的侯斯顿只有抓住目前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刻大卫说的一切他都照单全收 其实他正在设计一场庞大的商业计划 成为总裁的他想通过低价买进私人股票 把诺顿西蒙集团据为己有 到时候把旗下赚钱的品牌保留 然后把亏钱的品牌卖掉 其中就包括侯斯顿 果然侯斯顿成功加入杰西潘林后 产品的反响也不错 结果他这天正常上班时 发现自己的老板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急忙找到大卫 原来他本想抄底买入公司的股票当老板 结果股价被泄露出去 让另一家公司以更高的价格收购了诺顿西蒙 大卫彻底出局 侯斯顿才知道原来大卫早有这个打算 然而大卫却表示这只是场生意而已 侯斯顿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然而更糟糕的是却并不只是这些 侯斯顿的男友被查出身患艾滋病 他还要讹诈侯斯顿给他一百万美金才可以离开 否则就对媒体曝光侯斯顿的丑事 男友被侯斯顿赶出了家门 然而这场纷争却软未结束 没了大卫的庇护 侯斯顿的设计生涯也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 你 pull that